大家好我是林遠虎 我是沈蕙蘭 這車很特別就是有開到手排跟自排 手排就非常符合熱血派 尤其它的換檔非常的明確 也非常的短 所以它的換檔可以非常的快速 這兩台車就是有個特色就是說 它的重心非常的低 然後車身剛性非常的足夠 所以你原廠的懸吊這樣子搭配起來 整台車就是非常的好開 就是非常的意外這樣子 那其實現在因為大鵬灣的關係 我發現有非常多的女生 然後他們現在都開始也就是在接觸這個賽車運動 那其實我覺得像86的話 我自己開的感覺手排的部分 它真的是一個很適合你入手的 就是上手的一台車 因為它的離合器不會很重 那對於一個想要從手排車去練習 入門賽車的女生朋友來講的話 我覺得都還蠻適合的 重點是我覺得它的外型其實還蠻man的 但是如果女生開的話就覺得特別的 特別的有個性這樣 那我覺得以一個完全沒有來過賽道體驗的民眾來講的話 就是當你要下場的時候 我覺得先不要心急 因為就是有時候會發現有些朋友他會比較心急 他很想要趕快開快 那但是問題是他對可能 比方說這個彎到底有多深 或是說你這個彎下一個彎是接什麼 那他可能都還不是很清楚的時候 就開太快 那就會變成說他整個 可能路線會變得很不順 而且甚至還會有可能有失控的情形發生這樣子 然後再加上說其實因為大鵬灣其實算是蠻安全的一個場地 他路看起來很寬 所以很多車主就是會不自覺的就是 他會覺得說我這個速度好像不快 可是當你真的進彎的時候 你才發現其實車速已經太快了 對所以我還是會建議說還是要先了解 車子的特性然後場地 路線到底是什麼 就什麼樣的一個路線 然後再慢慢的去加快速度 因為畢竟要體驗也要玩的安全 在一般我們人的比如說自然反應 遇到車尾滑掉 可能是會急著比如說重踩煞車 或是方向盤去做反打的動作 那其實遇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盡量不要去有大動作出現 因為有可能是會讓你的失控 會變得是更加的一個離心力把它甩出去 所以有遇到這種情況下就是 方向盤盡量就是把它握好 然後再來就是說 煞車輕輕含著讓車子盡量去減速 千萬不要去大力踩煞車 就最近這兩年我們有頻繁的去接觸賽事 那也成為是我們的正直 那才開始慢慢去了解到說 我們的差異性在哪裡 因為一開始我們都是以興趣的方式 可能就是要上班啊請假才能來參加比賽 那欠缺的就是一個時間跟練習的機會 所以當我們出國去比賽的時候就看到 原來外面的世界是這樣子 那我們欠缺的是什麼 我們就是欠缺的是練習 那現在的話我們有這個機會 然後多加了去練習說 原來我們可以成長得很快速 我覺得我這兩年最大的一個 不同的得到的體驗就是開砂石路 因為不管是在大鵬灣的賽道 或是在台灣的就是拉力賽 大部分都是柏油路路面比較多 那其實最近去參加像上個月 羅馬尼亞的拉力賽 它也是全部都是沙石路 那我覺得其實沙石路它的開法跟柏油路是 很多概念很相同 但是開法卻是完全不一樣 那那個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不同的體驗跟 很特別的經驗這樣子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智 黃文智 今天呢我所表演的車輛呢 就是這一台車 這台86呢它改了ロケバニ的包 然後RICE的鋁籤 然後還有一個自製的Turbo Kid 然後避震器 還有LSD當然也有做一些改裝 它的馬力大概是在350匹左右 開起來就是很像大CC 那個大CC數的車子 也不太會有就是很讓你不好操控的地方 就是跟一般的那種就是NA車加渦輪的車這樣子 一定得要在那個專業的賽車場 就是比較安全的賽車場 我們不要為了自己想要玩車 或是自己想要練習一些什麼動作 而造成其他用路人的困擾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說在專業的賽車場 然後有比較有經驗值的一些車手 配通你來練習或怎麼樣 這樣子進步會比較快一點 我們在甩尾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去構成就是這個動作的話呢 其實甩尾它就是一個 控制一個正在失控的一個車子 那所以我們要先構成甩尾之前 我們必須得要把車輛先失控 那通常這個做法 不外乎會有就是改變方向 就是車身動態 那你的車身動態改變把它破壞掉了以後呢 它的循跡性不見了 循跡性被破壞掉了 它就可以構成甩尾 所以我們在進油這樣去做控制 可以從油門 可以從方向盤 可以從手煞車上面去做控制 這個方法都有很多種 只是看每個人的駕駛習慣不一樣 這樣子而已 煞車的部分 手煞車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 就是LSD的部分 就是它會幫助你後輪的鎖定率會高一些 其實它只是驅動性 驅動的方式不同 那其實在這個動作要做成 比如說我們就以一個單純的動作 比如說車尾擺出去這個動作 其實不管前驅或後驅 他們的車身擺動的方式都是一樣的 並不會因為前驅或後驅 可能做的動作不一樣 可是車身的感覺 車手的感覺是一樣的 當然是後驅車 對 後驅車好甩 還是後驅車好甩 因為驅動性 甩尾這種東西 當然在日本也有一票人 就是他們只是專門在玩前驅車的甩尾 他們前輪的比較不一樣就是說 他們前輪裝的輪胎可能是15吋的輪胎 然後後面的可能裝的是12吋或11吋的那種防暴胎 就是很小很小的胎 那這個目的就是要讓屁股的 就是滑動 然後車頭 當然前提還是 他們的前驅車還是有改LSD 因為他們要帶 那我會個人 我剛開起來 我還是覺得後驅車 比較符合正宗的 就是我們所認知的一個 甩尾的一個思維 然後我也覺得後驅的甩尾 會比較有可看性 是 是 是 谢谢大家